在一座大型家具城里 看不到一位顾客 老板哀叹 可以省半个小时的电 山东烟台老板王先生 告诉新唐人 现在生意不好做 没有顾客 四川销售电器的刘先生说 现在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比以前差很多了 这是晚上六点多钟 在深圳平湖的万达广场 这些商店几乎是没有人的 空荡荡的 作为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建筑 这么一个商场 却没有几个人 我在想现在的生意 现在的实体得有多难做 现在是七点多 正好是下班的时间 居然没什么人 空无一人 这么大一个商场 还有这个海里捞 都没人 在新疆做服装业的王先生 告诉新唐人 很多老板都说生意不好 营业收入少了一半左右 我做服装比方 生意很糟 我一天为了生活四处奔波 我一天自己忙都忙不过来 各行各业都觉得不景气 广东做教培行业的张先生说 现在来上课的孩子比较少了 家长也没钱了 你还时间很大 水分发痕 房租也高 没办法 这搞得下去啊 这电子不能一批一批的倒 听我一句劝啊 不要做实体 如果你非得要做实体 不要去商场 绝大部分的商场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会倒闭很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唐颖雄斌伯尼采访报道 好